在街边的一家拉面馆内 一位身材健瘦的男人正在揉面 窗外围着一群花痴小姐姐 对着男人满身的肌肉地露出了羡慕的神情 可惜男人帅不过三秒 很快摔了一个狗啃尼 这个男人叫老李 因为几年前的一场意外变成伤到了脑子 老李虽然憨厚 可他乐于助人 经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这天老李在等公车的时候 一位开车的女人来找老李问路 可是不管老李怎么解释女人都不知该怎么走 在路人的起哄下 老李上了女人的车亲自为女人指路 没想到老李一上车 女人就东管西拐把老李带到了一家医院 不等老李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被抽血化验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 检查完后 老李被大厅的电视所吸引 坐在了一个小女孩的身边看起了电视 老李的哥哥很快找了过来 当他看到女人的时候 气不打一出来 他们两人似乎认识 哥哥拉起老李就要回家 女人健壮 竟把女孩精心拉到老李面前 对老李说这是你的女儿 哥哥听到后 急忙把老李拉回了家 第二天老李偷了哥哥的钱 叫上了健身房老板一起去了医院 可是老李正好碰上了要从医院出逃的女孩精心 老李傻傻地和精心坐上了去往大丘的客车 与此同时 哥哥也接到了老李的通知 知道了老李失踪 哥哥决定和女人一起寻找老李 哥哥给老李打去电话 虽然精心极力制止 可老李还是不小心说漏嘴 哥哥和女人听到后 也马不停踢地前往大丘 老李和精心到达大丘后 精心就带老李来到了一家棒球俱乐部 原来精心在医院的小伙伴 因为病情加重来到了大丘 而明天就是小伙伴的生日 精心想把一个签有棒球明星名字的棒球 送给小伙伴 所以精心才来到了棒球俱乐部 想找老板要到一个签名棒球 可是精心算错了时间 明天棒球队才会来到俱乐部参加比赛 精心和老李听到后 只好无奈离去 刚出俱乐部就来了三个小混混拦住了老李 小混混说他可以搞到签名棒球 老李和精心听到后 毫不犹豫地把钱给了小混混 不料小混混是骗子 拿到老李的钱后就逃跑 老李发现后 只能去追击小混混 正要抓到小混混时 他们跑进了大丘地铁站 老李站在地铁站门口交集夺步 迟迟不敢下去 似乎老李对地铁站有极大的恐惧 就在老李追小混混时 精心也和老李走散 只好躲在银行过夜 与此同时 健身房老板老郑也打电话 给大丘的黑帮要求他们找到老李 似乎老李对老郑有很大的作用 老李历经艰险终于在银行找到了精心 可他们却被警察怀疑带到了警局 第二天一走 警察看到两人只能吃饼干时 同情心饭满 带两人去餐馆吃了早餐 没想到他们在餐馆 竟遇到了棒球明星 精心也如愿以偿地拿到了签名棒球 精心把棒球送给小伙伴后 两人就准备启程回首尔 可在车站精心突然昏倒 老李急忙抱起精心赶往医院 在经过地铁站时 老李一些不好的记忆被唤醒 也晕了过去 原来在几年前老李是一名消防队员 在一次扑灭大丘地铁站大火的任务中 老李奋不顾身地去站内救人 不料在地铁站内还有已经昏迷的妻子 老李把自己的装备穿在了妻子身上 但是妻子还是步行去世 老李也因为大脑缺氧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正在这时 哥哥和女人及时赶来 他们把两人送上了救护车前往医院 可是在半路遇上了大堵车 正在这千军一发之急 大丘黑帮赶到帮忙疏离交通 救护车成功通过 原来当年老李救了被困大火的老郑 老郑当时正是大丘市的黑帮头子 在医院 媒体报道的两人的感人事迹 以及老李的事迹 人们被深深感动 都前往医院为精心捐献骨髓 在故事的最后 精心成功获救 和他的傻子父亲开心地生活在一起